受到7年9月凤凰台风清洗的花莲副理乡 其来个塞部落通往六十丹山的花76线道 一公里处路段严重大走山及路基下线 事后相公所现做变道来处理 还没有兴建永久的整治工作 边坡土石仍明显裸露 当地居民忧心台风豪雨一来就要滑动走山 公务部门的话因为每次在做台风的时候 每次都拖得很久 现在台风气又到了 是不是这些村民里面的村民又不能出路又不方便了 相公所表示已经有在规划 还有在中央审查通过 由于7年风灾有供料全回 农田受损 交通中断造成五十多户住家停电 下游几来个塞部落减硬着来水管路 损坏无水可用 居民呼吁一定要用稳固的方式修建 减少灾害 设设计图的部分也已经送到送中央去做审查 然后审查过后大概就可以做 如果没问题就可以做花包的动作 目前我们规划是说用它原本探方的吐石去做原地做加进挡土墙的作业 底下加进挡土墙坐上来后在路面上在原地再把原本的路面做回去 花旗四六线道是居民通往农地的主要道路 更是六十弹山巨山花季 疏解散花车辆下山的道路 主人期盼相关单位可以尽快处理 给他们一个安全的路 接着把握花联复离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观看